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股票市場千奇百怪 見怪不怪 大家好 我是古怪教授謝承諺 歡迎大家來到台股怪談 每週一到週五請大家要準時鎖定 因為我們現在是多元頻道播出 有廣播也有YT 那也邀請大家加我的LINE 小老鼠GP520 因為在節目當中所談到的任何的內容 有問題可以私訊給我 我可以跟你好好的切磋切磋 好不好 當然每天早中晚我也會照三餐問候你的LINE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資訊 明哲老師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謝明哲分析師 教授好 聽眾朋友大家好 為什麼我的聲音這麼無奈 今天不是五一勞動節嗎 對啊 就是那個沒有人約出去玩的才在這邊 真的 你不要以為我們兩個很認真 我們是沒人約 沒有錯沒有辦法啦 我就問明哲老師說明哲老師 禮拜三那一天你有辦嗎 他說怎麼了 我說因為我沒辦你可以來陪我嗎 哈哈 其他人都有約了 對我是來陪聽眾 是 那這個明哲老師因為 進入5月我們都很關心一件事叫520 不是我愛你 對 就是520的倒數 還剩12個交易日 那你怎麼看這個520行情 對到底520的行情是要左擁右爆 因為有好多政策 還是左右為難 到底要哪一個政策 對 這個是大家在想的一個問題 當然其實你講到那個政策股 那些比較熟的比如說重電啊 軍工啊 我想這個其實大家都是注意的方向 但到底應該要選 接下來剩下12天的時間當中 到底應該要怎麼樣去做選擇 尤其是在今天 我要特別帶來一些 大家不知道的政策概念股 這個地方就可以去做留意 這個我就喜歡明哲老師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節目的宗旨是什麼 去幫大家預判未來趨勢嘛 沒錯 我們分析完台股的漲跌以後 你總是要預判嘛 那你不跑在別人的前面 你哪有機會 你會先賺到那塊甜頭 那所以明哲老師今天帶來的內容 我想會非常非常精彩 不過我還是先 請明哲老師幫我們做一個總體檢案 因為4月份真的是 算是一個算是驚險萬分 但是好像富貴險中求的感覺 風回路轉 風回路轉 感覺那個震盪很大 然後最後回到差不多的一個 對神鬼交鋒 不過其中還是有一些族群表現特別突出 譬如說 譬如說像是銀劍類 真的 這個以前大家比較不注意的族群 哇這個月很猛 都會覺得是 就一直都只有感覺那個房價一直在漲 但銀劍類股好像沒有漲 結果這個月不一樣 你看銀劍類股的一個指數 指標性的個股 其實在整個4月份 它的一個平均漲幅 其實都超過兩成以上的一個幅度 其實有它的一個原因 因為4月3號當時是那個花蓮地震 所以大家第一個時間點想到就是說 鋼鐵水泥 然後杜根 對 所以那個時間點當中 當然大家想到這個議題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其實銀劍類股 你看看 股價位階好像也不是特別高 然後殖利率表現也都還不錯 我想這個是帶動這一波的 這個銀劍類股 股價表現非常強的一個原因 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應該這樣講 4月份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應該是 航海王的大復活 這個就蠻有趣 因為航海王尤其是長榮 我相信很多網友都在酸 哎呀怎麼高股息把它納進去 結果沒想到在4月份 整體航海王的表現 其實相當不錯 沒有錯 那個應該這樣講就是 別人笑我太瘋癲 我笑他人看不穿 別人看不清 對啊人家以為那個高股息 選貨櫃類股感覺好像選錯了 結果沒有 你看那個貨櫃類股這個月其實表現 上個月其實表現都還不錯 4月份 對那為什麼會表現這麼強勢 其實我覺得還是跟報價是有關係的 因為上海出口集裝箱的運價指數 因為事實上在我們錄節目的前一個禮拜 因為大家如果經過那個航海王的時期 應該都非常熟 就是每個禮拜五下午3點 一定要看那個上海出口集裝箱運價指數 對那這個其實反映的就是說 過去這一週整體全球的 應該說從上海出口 到全球各個港口的一個運價 對那因為五月份 當時其實這個所謂的前十大航商 就世界的全十大航商 那時候大概有八家都談到說 在五月份的時候要調整那個GRI 叫做附加費 附加費 對那為什麼要調整附加費 很簡單就是過去這段時間當中 你看巴拿馬運河又缺水 你看過不了 然後蘇伊士運河一下又有戰事的一個問題 對不對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去走蘇伊士運河 你沒有辦法經過那個 運河快速從歐洲出去或者是進入到歐洲的話 那怎麼辦你只能夠繞行 對那如果說是 這個蘇伊士運河的話繞行的是好望角 那巴拿馬運河繞行的是荷恩角 那你再一繞可能都要多大概一個月左右的一個船錢 哇這個時間很長 那大家也都知道說其實那個船的那個價格 它是用它不是用一船一船在算 它是用每天每天在算 因為你有不只燃料的錢 還有包括上面這些水手啊 工作人員的錢 沒錯 所以你就知道說你總不能說 那反正多一個月的時間 要不然你們自己釣魚吃好了 也不行嘛 對不對所以他一定會多一下 多一些費用出來 所以他們會去調漲這個價格 我覺得其他有志 所以在四月份等於是說 倒數第二週的時候 那時候報價其實大概每一個 你不論美東線美西線歐洲線 其實大家都漲了大概一成以上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倒是覺得 航運類股這一波漲勢 是有它的一個原因存在的 對那除了說營建跟航運 在四月份表現特別好之外 那現在這個因為接近520嘛 那所以變成 大家也關心了幾個政策 譬如說台 之前就缺電嘛 對 就想到台電的問題 那更重要是兩岸 好像有機會重啟這個 光光的一個交流 對就是光光露所光 光光露所光 這個不得了 對因為你就知道說 那個 四月底的時候其實 中國那邊其實有釋出還不少的善意 包括什麼要可以有個一些比較重要的程式 它可以重新辦那個大通證 就有點類似我們的台胞證那個概念 然後它也希望說 原本這個台灣非中國大概有15個航點 那也希望說可以開放到30個航點全開 這個其實是從2016年的高峰開始 我們可以看到難得在疫情之後 它能可以恢復到30個航點的左右 所以從這角度來看 當然大家會期待說 那個飯店 呃 觀光飯店是不是有那種路客來台的那個題材 所以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 當然大家比較關注的是 航空類股 但是如果說以整個產業角度來看 你看整個飯店的指標月K 它其實也在整個四月份 大概上漲了16% 17%左右的水準 算是表現還不差的 那另外剛剛教授所談到的那個電線電燃 因為大家也都知道說 現在那個 我不知道教授你開冷氣了嗎 開了啊 會熱的要死 對 那反正天氣熱 大家對於那個用電的需求 其實原本就會去做一些 因為這是一個囚犯兩難 對啊 大家都為了環境 然後都不開 然後那可是 結果我就想說我不要開 就別人開了 對別人開了 那你都不顧環境了 那我幹嘛 那我也就開了 對啊 所以現在的狀況就是這樣子 所以 反正與其你都沒有吹到 然後 呼籲這個好像也不太對 不對 我覺得是說 就說 就目前整個 大工程的部分 這還是要持續 對啊 所以你說台電的強認電網 所以你看原本是長重電 我記得 在今年第一季的時候 標最兇的 像華晨 像市電 像中興電 這個都屬於重電指標 但是隨著你那個重電 股價都漲一段落之後 你看在整個4月份 電線電纜 這個就是最基礎的 就是我要通電 我必須要達到的 所以你會發現說 這個族群大概也漲了兩成左右 對所以你就會發現在整個4月份 雖然說行情的部分看起來是有 之前是有在4月中旬的時候 是有先做一波很明顯的一個修正 但是對於這一些族群來講 他們有政策受惠題材 或者是說我實質的基本面 你就會發現說 他的股價值並沒有說出現 比較明顯的回答 對 那當然 進入這個520倒數 剛才一開始明治老師在講 左右為難 對 還是左右右抱 其實意思很簡單 如果這些族群都很強 其實都可以 對 如果說 可是只有某特定強的話 那我應該要選對才有幫助 對 那就接下來5月份的話 我們就講這個月 那我是要延續剛才你講的這幾個 包括講到觀光 講到重電 講到銀建 講到這個 航海王 對 還是說 其實我們真正所謂的政策 跟大家想的不一樣 應該這樣講就是說 當然有一些政策它會延續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夏天 你只要一跳電 大家第一時間想到就是電線電藍 所以我覺得 這個族群它應該是會有機會延續的 那至於說 飯店指標 飯店的一個個股 那當然就要看我們這邊 它對於這個兩岸開放觀光 這件事情的態度 如果說是比較正面的 那這樣接下來馬上就要進入到 5月份過後 接下來就是要暑假的一個旺季 對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族群 它是有機會 當然除了這兩個之外 事實上我覺得這個時間點 當然大家重點的政策 可能關注的是我剛剛所談到這些東西 但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我覺得還有一些政策 是大家沒有發現到的 我想我們稍後再來跟大家談 好 那沒問題 我們先加這個明哲老師的like 小老鼠 MONY1899 那剛才所談到的這些政策股 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直接跟明哲老師 來做一個交流 好不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廣告回來 等一下再跟大家討論 我是古怪教授 謝承諺 再度回到節目現場台古怪談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謝明哲分析師 大家可以加明哲老師的like 好不好 小老鼠 MONY1899 節目中所談到的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跟明哲老師多做一點交流 那因為明哲老師上次來 我也是驚為天人 遠看像朵花 近看是我媽 結果真的是我媽 真的是我媽 媽 抱歉 抱歉 母親節要到了 要先尊重 你說要吃飯 母親很 我記得小時候我們說 母親像月亮一樣 然後就會做一個康蘭星 然後就轉身過去 我媽沒來 沒錯 太忙了 以前小時候都好像 會有這個劇本 這種環節 然後做卡片 很有趣 但為什麼講到母親節 好不好 應該是說明哲老師上一次來 就特別談到了這個 低鬼衛星的 這個聖達科 然後還有這個穆德 S檔案 對 真的要有點年紀才聽得懂 對 沒關係 這個梗我們是不多做解釋 那因為上市 談完以後 股價表現還蠻強的 為什麼我講驚為天人 因為在那一段時間 台股的表現是很不好的 沒錯 可是這兩檔股票卻逆勢上漲 漲幅至少都有一成以上 對 所以我們驚為天人的原因 在這裡 就是抗跌 而且相對比較強勢 抗跌有兩種嗎 跌的比較少 對不對 但是它既然不跌 還漲 我覺得這個就是驚為天人的地方 對 那所以 當然 進入五月份 今天我們兩個都已經 犧牲我們的假期了 沒錯 對不對 那這樣不好好搞一搞 好好弄一弄 跟大家仔細的來把 這個接下來五月份值得關注 因為 明子老師講到一個 因為我要錄影之前 我就跟明子老師說 520 真的就是要講政策概念股嗎 他說對啊 要不然呢 那我就說 問題是 政策概念股都被他講爛了啊 對不對 五大政策 然後五大政策 明子老師先念一下吧 半導體產業 人工智慧 軍工 安控 跟通訊產業 哪一個沒有講 半導體台積電啊 你看我也是鐵粉 我記得禮拜一的節目 才講半導體 對啊 然後禮拜二 人工智慧不就AI嗎 對啊 然後禮拜三軍工 金周開還叫我寫一片軍工 我想說寫什麼不就那些嗎 就要把前面幾篇文章拿來湊一湊就有了嘛 這樣講好嗎 然後 你要打X周刊這樣 差多刊 然後第四個是安控嘛 第五個通訊產業 那我就在想說 有沒有可能 因為畢竟信賴產業還是未來整個產業的重心嘛 這當中可以幫我們找到大家忽略的潛力股 的確喔 因為剛剛教授這樣講 你看半導體AI軍工大家都講過了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特別把焦點放在安控跟通訊產業上面 好像真的 安控好像大家談的少 對 然後通訊你講 剛開始AI在漲的時候 大家好像還稍微待一下 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就幾乎就沒什麼 完全沒有人在講 對幾乎沒有 所以這個幾乎就是寄的老公 是 對 所以我們回頭過來看 那這個時候其實可以看一下 安控跟通訊產業 那當然 安控大家可能會想說 不就監視器 上面裝一顆 這樣有什麼好談的 對 我覺得好像是這個原因喔 對 但是其實大家可以去想一個問題 你看 賴總統他談到的是說 那個 因為美中貿易戰 美中科技戰的關係 然後你又怕說 你在如果用這個中國東西 會不會 被傳回去到中國的那個 他們的那個網站上面 所以我覺得大家在看安控這件事情 有時候不要看 不要單純只是看那個安控鏡頭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更大的程度來講 應該算是資安的產業 就是我資訊傳回去嘛對不對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你就可以想到一個 產業其實是 它其實是跟資安有關係 但大家其實比較少聯想到的 我覺得其實是工業電腦 工業電腦 對 因為實際上你看像 工業電腦當中 他其實 應該這樣講 有一些工業電腦 他不是只有說 大家可能 直覺性就是我在 這個工廠當中用的電腦 因為事實上有一些 他是具備有資安的 防護的一個功能 OK 對 所以你說像國內 國內比較代表性的個股 比如像瑞奇電通 這個是洪家軍的股票 瑞奇電通 那講到瑞奇電通 我覺得可能就有一檔個股 要先跟大家談到 六四一四的化漢 對 那因為如果說 以這個化漢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因為我們剛剛談到瑞奇電 對不對 那瑞奇電最大的股東是誰 就是六四一四的化漢 因為它的持股超過兩成以上 因為剛才你在講瑞奇電 我想說你幹嘛瑞奇電通 突然又轉到華漢 對啊 所以其實 瑞奇電 然後它的最大股東 是華漢 對而且你看 華漢這幾年應該 但是瑞奇電也是 可不見得每個我們的粉絲都知道 稍微簡單帶一下好了 因為它是安 我們剛剛講的嘛 它是工業電腦 但其實它就是有安控的這一塊領域 安控這一塊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為什麼化漢它屬於這種 對相對 跟安控是有相關的 我覺得其實可以這樣子去做連動 對那 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另外像是 如果我們講到這個安控的 這個工業電腦的話 其實它有一檔個舞是那個 3664安瑞 那安瑞 它在這一次的私募當中 它其實也要引進化漢 對 因為它引進的一個 一個 就是他們會洽那個特定人 通常 通常私募就是 我的合作夥伴 對 要嘛上下游 要嘛就水平整合的 這些人進來 或者是找那個 那個叫什麼白衣騎士 白衣騎士 對就是找那種 手骨特別粗的 對 對所以這一次其實你可以從那個 安瑞的那個私募的名單當中找到 找到一家那個公司 那個是化漢轉投資的公司 所以它等於是間接去參與 這個安瑞的一個私募 所以等於說如果以化漢的角度 我們往下看又有瑞奇電通 對 又有安瑞 對 所以應該是非常確定的一檔 安控的股票 對不對 沒有錯 那當然除了安控以外 所以你覺得這裡有機會一個是安控 那通訊呢 通訊的部分其實當然這一次大家比較關注的重點 當然在 應該這樣講 其實通訊大家一般來講會差兩塊 一個是光纖網通 對 光纖啦 那另外一個就是網通設備 網通設備 所以如果說以網通設備的角度來看 當然最近期市場應該這樣講就是說 如果說以網通的個股來看 它的指標性個股 其實我們會看2345的智邦 智邦 就像剛剛教授 對教授其實談到的 你說在那個AI的初期 那個時候其實大家都還會稍微帶一下網通類股 對 那這個時候其實大家都沒有談 但你去想一個問題 像是智邦的部分 其實它今年大概預估獲利 其實大概有大概兩個股分左右 說真的其實以這個400多塊的股票來講 它本益比其實並不算是特別高 而且在今年網通 大概幾個重點題材 我們先跟大家談 第一個就是 這個美國的網通大基建 對因為反正無論如何 要選舉了 總會讓大家可以那個 快速上網看一下拜登政見 大概大概這個想法 但無論如何就是說 要給這個選民一些甜頭 所以當然 這個希望它希望說那個 美國的這個家家戶戶戶 都能夠有那種比較快的一個網路 這個原本就是一個利基點 另外就是過往其實 這種所謂光纖傳輸的時候 它大概在之前的主流規格是大概400G 對 那現在其實大家都要往這個800G 這個方向來做一個發展 對所以你從 如果說我往前做一個新的一個世代的話 那我是不是舊的設備 我就要必須要做一些升級 對 那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是覺得說今年整體對於智邦的那個訂單 我覺得是不予匱乏啦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當然在這一次的這個政策產業當中 大家主要的重點可能擺在 這個AI人工智慧半導體 但是其實安控跟通訊的部分 你覺得是被大家忽略 但是在選股上 你又掌握了哪幾個重點 去挑選呢 因為如果以安控來講 或是以化漢來講 不是 以安控就化漢嘛 那我說通訊 這剛才講到了智邦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要去選的話 有哪些重點 其實你可以幫我們提醒一下 事實上這一次我幫大家挑出 大概六檔的一個比較 六檔 對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是 我希望他今年的獲利 是比去年來的成長 就是2024比2023要成長 對因為我的 那不容易欸 我的獲利能夠成長 我才對股價才會有這個推升的力道 對我說不容易不是說 獲利要成長不容易 而是明智老師 你現在就要去幫我們預估 他今年的獲利這件事不容易 當然啊 對這個就是我們來 對不對 我們那個來教授 來教授的節目 我們不能落魁 當然 我們總是要拿出這本事出來 那除了你說 預估的獲利 今年會比去年好之外 還有什麼樣的條件嗎 對那因為 這個部分當然其實我們剛剛在談 你看像我們在講到花安的部分 其實你會發現說 他其實 我背後是有一個比較大股東 無論如何是鴻海集團 對所以你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就是第一個我獲利成長 第二個如果說我的整體的股東結構 相對來講是比較OK的 對那對於股價來講 我覺得就有一些幫助 就是也有集團色彩在裡面 對沒有錯 那這樣那個持續買進的力量 會比較大 對不對 那不得了 因為上一次明哲老師來 特別談了森達科跟穆德 股價的表現都很好 不光只是漲喔 而且當時 這個台股是風雨飄搖喔 沒錯 那他還能夠有這麼好的表現 所以這一次明哲老師 特別準備了這份資料 當然我覺得 你說 不管是說 你對於 這個安控或是通訊有沒有興趣 但我覺得更重要的事情是 你可以特別去 觀察一下明哲老師 在選股上面的功力 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是這樣 你說他講這個族群 我又沒有興趣 可是你不去拿這個資料 那你不仔細的去檢視跟追蹤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實際上 明哲老師在選股的能力上 有這樣超乎常人 的這樣的一個水平 對不對 所以加明哲老師的line 小老鼠 MONEY1899 輸入什麼 欸520 好 輸入520 就可以看到明哲老師 特別幫大家整理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 今年預估獲利 超過去年 這個點我覺得太難 不容易 這個 這個資料我覺得 太珍貴了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背後又有這一個集團 的這種力量 或者是有那個比較大的客戶去支持 不一定是集團 但是後面有大客戶的支持 或是有乾爹 對 乾爹 就是說資金的力量 能夠不斷湧入的 好不好 這份資料 我鼓勵大家一定要好好利用 這個今天 因為不見得所有人都放假 因為五一勞動節是 只有勞工放假 沒錯 對不對 現在是不是全面放 我也搞不太清楚 但是至少 就我們上班處 今天一定可以好好在家裡休息 聽完我們的節目 看完我們的節目 記得輸入520 來索取這份資料 好不好 那這個明天 我們還是會持續在 戰場 不是戰場 在前線 幫大家持續的分析 台股的一個趨勢 幫大家預判未來 掌握投資的主軸 好不好 今天謝謝明哲老師的參與 辛苦你了 今天放假 要特別來一趟 謝謝大家 拜拜